U12世界盃美國和日本兩大強權的較量 被視為B組預賽當中的重頭戲 不過賽前卻發生部分日本隊球員 集合時間遲到的狀況 讓球隊監督仁智明九 決定對這七名不守時的選手 送出競賽處分 被處罰的小球員 只能坐在觀眾席上和家長一同觀戰 不能下到休息區 甚至前一天對澳洲先巴的前四棒 主力打者也沒有被排上場 也因此兩隊球員名單出現了 日本隊十一人 打美國隊十八人的絕對劣勢 想當然 戰況也呈現贏面倒 首局美國隊靠著滾地球 掩護三壘跑者打破壓彈之後 三局下半更開始一輪猛攻 一二雷有人情況下 第二棒人高馬大的Ryan Jack 逮中偏高球爐 一棒掃出中左外野方向的三分打點 全壘打 一口氣把比數拉開到四比零 日本主力球員沒有上場 對美國出賽的大多是平常比賽 機會較少 經驗不足的選手 也因此守備狀況不斷發生 美國隊同一個半局 又靠著日本隊一次一壘手火車 過山洞的失誤 以及一次投手抱頭攻下兩分 把比數拉開到六比零 四局下半剛剛有拳雷打演出的Ryan 又在得點圈友人情況下 掃出右半邊的強勁安打 攻向他將比賽 個人的第四分打點 最後日本隊又發生單場 第四次失誤 丟掉全場的第八分 主場美國以八比零 玩封日本 拿下B組預賽的二連勝 比賽輸贏是其次 對日本隊和仁治民酒監督來說 讓小球員們好好上一課 了解守時觀念才是重點 畢竟打球是一下子 做人卻是一輩子 WARC 兄弟們綜合報道